用到函数 包含today 然后本来我们是用Vilip函数直接用 这个邮件的名称可能你要自己去见一下 那个名称的话基本上长得就类似像这样这个邮件 一个邮件的工作表 那本来好像在工作表旁边有这这性子总共有 三种那天数的话分别是五天两天 一天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下拉清单 那这个下拉清单你会发现了他比较特殊就是除了下拉清单之外 旁边有个提示 这个提示怎么来的其实也是从资料验证里面这边一个提示讯息 你可以直接把相关的讯息填上去 如果你不需要他你就把打勾取消 如果要那把打勾这边就会多一个讯息 可以让使用者输入的时候多了解一下到底要输入什么 其实尽可能的让使用者用下拉清单来填写资料 尽量避免掉错误 所以基本上 那把它改成workday的话在这里 把用workday哪一天开始 然后几天之后 OK他自动会帮我带出来 避开六日 再来就是说如果这个里面没资料 那他就空的 如果有资料 就帮我根据这个这个 客户的编号 去帮我查出其他的资料 那公司在这里 其实前面部分就是判断是不是空的 如果 是空的就是空 就是里面也是空的 反之就是帮我查 那所以做一个之后的话 其他都一样 其实你可以把公司复制贴过来 改其他栏位就可以 那序号的话 刚刚讲过的话 就是会用到 roll加 Tether 然后 其他的部分的话带出商品 小技这边都有 所以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东西 上面的这个画面 自己再去把它完成 那最后呢 如果你避免使用者怎么样 避免使用者 乱去改掉其他 因为其实其他地方都自动带出来 那表示什么 其他地方你不要去给我动到 OK你需要动的部分就是 白色的区域 所以你会发现白色区域 你可以按坎处键 把这些白色区域怎么样 选起来 这是可以动的 按右键 出现格式 先确定一件事情 这个范围 不保护 其他都保护 所以你可以先 全选 按右键 出现格式 把所有的地方 通通锁定 跟隐藏 第1个先全部 OK 第2个的话呢 才是把 白色区域 按 校园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密码加上去 建议是加密码 好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使用者 他要变更某部分的资料 你这边 又有订单来了 然后 哪一天 这些 那当然他如果说 想要帮他怎么样 打个折扣 给你8折好了 不过你会发现他有没有权限 没办法变更 有没有 因为这个是自动带出来的 使用者不能乱动就对了 那如果不乱动 自然而然 存起来资料也就不会错了 不会说有些 所以尽可能能够动的就让他动 不能动的就把他全部锁起来 这样的话你也减少 你 不必要的麻烦 不然的话你公 有时候 奇怪为什么资料会错呢 其实真的就是有些人 还喜欢 蛮喜欢乱动资料的 OK 比如说他就填了一些资料 然后数量多少 按个新增 单号又帮你加一了 所以你会发现还蛮流畅的 这一套其实这样用 还蛮顺畅的 等于是说把以色列当资料 输入界面加上存 那存的话呢 可能就会 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 那怎么存 这个我想输入 其实应该已经算是 细节部分你可以自己再变化 新增 那新增里面需要知道哪些事情 其实这个部分 你可能要有一个认知就是 我们是跨 两个不同的工作表 他跟他 跨这两个 所以 要不就把他切过去 切过去的话就是 许词 用一个那个 那个没有 物件名称 许词应该有印象 许词 许词指的是工作表 刮胡 他的名称放过来 他就点selec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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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是切过来 那你也可以不切过来 你不切过去的话 前面加上他名称 店 哪一个sales 或哪个range 也可以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 那我大家留成这样 第一个 我要先知道 单号已经跑到第几列了 然后我就怎么样 要填过来的话 势必就是什么 应该他的最下面一列 再往 加一就可以了 第一个 可是 之前就有同学会问到 老师那可是如果说有种状况 我这里面全部都是 就空的 完全都没有输入过啊 那如果你用追踪的话 Ctrl向下 比如从这边Ctrl向下 就会追踪到最下面 怎么办呢 所以 另外可能你要判断说 这个单子里面是不是完全是空 完全是空 那就从第2列开始 那如果是不是完全是空的 那就用追踪的 Ctrl向 所以第1个 逻辑是 我要输入到 哪一列上面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帮我把需要抠过去的资料 分别 对应过来 那这边总共会有H 总共八栏 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 怎么对应过来 好 对应完之后的话 还需要一件事情 再把不需要的地方给删除 哪些要删呢 这个删掉 比如抠过去嘛 这个删 这个删 这个范围的东西都删 这个范围的 都删 单号 特别注意 最后呢 可能先不要删 最后再删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最后如果说我已经抠过去之后 那我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抓回来 可是问题 你会发现 这单号很特殊 S0010 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是有文字有数字 其实就是一个文字 如果有文字 又有数字的话 在Excel里面 它会把它当文字看待 那你不能如果把它加1 那怎么办 你如果不能直接加1 恐怕你要去把它切割来看 前面这个是S 后面这个是00 多少数字 所以我可以把它拆成两半 前面这个是一个开头的文字 后面是什么 串接 那所以我可以把后面这个拿来去加1 可是加1之后 它本来是10 00 0010 它文字 那你如果把它加1之后 它就变成11了 因为你加了1之后 跟1加之后 它就帮你把它转成 数字 因为你加了1了 加了1就一定能够加1的 绝对不是文字 它就自动帮你转成11 可是问题11要怎么样转成0011呢 再把它格式化 跟它串 就OK了 所以大概流程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程式的 做法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今天 最后一次上课 那因为我觉得这一题 重要性比较高 所以我就直接挑这一题 但是这点难度相对也比较高一些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一样要键一个按钮 所以呢 插入一个新增资料的一个程序 首先第1个我刚刚讲的 1判断要输出到哪一列 那我怎么判断呢 要不要切过来 其实要不要切过来 你自己可以 如果你不切过来的话 那你就是在 Range的前面 加上 工作表的名称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切 你不切就是 这样写 如果你要切的话就是 SHITS 消货明细.slate 好那我这边是没有切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判断 这里面的资料 第1个 如果Range A2等于空的话 那表示什么 其实我的想法是 如果它是空的 那表示它里面应该底下都没有东西了 因为你要增加的话 一定会循序的增加嘛 所以我这边R等于2 表示说我从第2列开始 反之 那反之就是说它有资料 那我就从什么 从Range 向下追踪 再把它加1 那因为我没有切过去 所以我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没有slate的动作 你就是 先 加上一个那个工作表的名称在Range前面 OK第1个 第2的话呢 就是我要call哪些东西过去 那基本上呢 我要call到哪边 后面的 有没有call到前面 那因为我还是没有切过去 所以我要call过去的东西 刚好在 消货名系的A大H栏 call什么东西呢 其实分别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B2 其实就是这个储存格 这个 A栏是放单号 我这边有注解 把单号call过来 A栏 然后再来就D2 D2的话就是这个 订单什么呢 这个就是订单日期 反正就一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比对方法 然后再来就是 G G2的话 基本上就是什么 到货日期 就后面这个储存格 到货日期 放在哪里呢 放在C 然后在客户编号 这客户编号 然后 其他的话就是 分别一个一个 把它放过去 分别就是 联络 名称 电话 地址 还有销售总额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帮我把它 放到 后面的销售名系 OK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前面有工作表名称 但是 后面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只要是在这个工作表 那我就不需要给工作名称 除非说我是要指定的是 另外一个工作表 我才需要给一个 工作表名称 就像你已经在台北市了 你就不用说 我在台北市的哪一区 OK 就可以把它避 避开 接下来的话就是第3个 你资料过去了嘛 所以接下来做什么 清空资料 清空哪些资料呢 包含单号线不要清空 这个清空 这个是B3 这个清空 然后 12清空 然后这个范围 那这个是一个范围 所以我用B7到B16 Clear ClearContents 有没有 用Range来清空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是F7到F16 ClearContents 那 这个B2本来清空 但是没有清空 为什么 因为 特别注意 我最后再来清空一次 那最后我刚好讲 你不能够 写上面这一行 上面这一行 是我原来写的 如果你把B2直接加了1 就会发生错误 为什么 因为他S开头 那怎么办呢 标准答案在下面 做什么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第一个 先把S先抓出来 end 后面的话 其实这个怎么来的 其实我是分了好几次做 就是 第一个我先用right right什么呢 这个 sn的什么 right 用right去抓什么 右边的几个字 四个字对不对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 加了1 可是问题加了1之后 因为right 本来是0010 加了1之后 变 就不是0010 变成11了 然后呢 所以如果你变成11之后呢 他要在格式化成4码的话 外面在包个什么 这个format还记得吧 format其实有点像VBA里面的test 这个 应该是函数里面的test format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什么资料 后面逗点 如果要4码的话就是 00 00 OK 好 这样格式化之后的话 再来把它怎么样 跟S串接 那就会是 0011的 所以最后的话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写完 大概就只有这样 所以 总共会有 4个 比较重要的步骤 好 那我们来demo 最后再试一下 基本上 这边 把它设个中段点 这边 OK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哪一天到货 这一天 然后 定什么东西呢 可以定几个 好 假设已经输入完毕按新增 这个时候呢 先判断什么呢 应该是 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他就会向下抓 那抓到呢 R现在里面 应该放到第8列 为什么第8列呢 有没有向下 第7列 第8列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 分别把资料先丢过去 那就是把这些 单号 S1 放过来 放过来 一个罗伯一个坑的放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S10 有过来了 好 那再来做什么呢 把资料给清空 清空 那清空的话就是B3 E 然后这些 这些清空 清空完之后的话呢 再帮我把资料 整个直接就 加了E之后 再格式化回去 所以这边 丢回去 有没有发现 S0011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如果你没这样用的话 那可能丢回去变成S11了 00就不见了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最后 讲到有关 如何把资料呢 给储存起来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刚刚撰写的程式 基本上在云端上面 应该也可以看到 在 OK 在程式码 在云端上 最下面有一个新增 新增资料的那个 Sub程序 关键的话 其实最 可能 这里面 比较难的 也许就是在那个 格式化 怎么样把它 单号再加1 再把它丢回去 这部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试试看